警民大座消防人员拿着烟雾侦测器 进入一间间包厢检查 确保安全门只出不进 整栋KTV八层楼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金龙市消防局启动安检 一场潜贵大火烧出KTV的公安问题 它上面有很多的灯号 如果你任意关闭一个灯号的话 马上你看亮了一个黄灯 它就写开关注意 就表示你有任何一个功能被关闭 总计的回顾板上 设备是否正常 无所遁形 但还是有不少业者 为了方便顾客抽烟 关闭消防设备 有些业者会把地区的一个警铃 会把它关闭 联动的这个广播也都关闭掉了 平时是平时不是施工状态 造成重大的公安事件的话 那在我们这个消防法里面 也规定的非常详细 那这个管理权的人 他要负刑法上的一个责任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 金龙市36家KTV当中 已经有两家检验不合格 其余还在稽查当中 提醒民众在欢畅时 千万别抽烟 也要注意逃生通道 保护自身安全 大约新闻随产张六家 金龙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